娱乐学纷纷扰扰,而商业领域也是纷繁复杂,作为新进的中国首富,马化腾最近可谓饱受五端八卦娱乐的困扰,尤其是王思聪到知其女儿的传闻更是甚嚣尘上,引起网友们的纷纷好奇,熟悉的人都清楚,小马哥作为真统的程序员, 从大学时期就有着理工男那一言却直接的特征,但这一次面对无良传来言,对自己家人的攻击,骂化腾,一反常态,终于在自己的朋友圈内扒完,一次回应和澄清,他说到这两天其中爆发的针对我家人的谣言越来越卑励,完全子虚无有的事情被恶意编造传播,希望商业上的竞争也有底线,一定会追查到底, 我没有点名,因此心里没鬼的无需再站出来了,这一言论也得到圈内外的不少朋友乃至商业大佬们的点赞,要知道,很多人在商业领域是炸风云, 但无论是谁,都有在私人生活和隐私上,保持沉默,和接受保护的权利,之前,也是因为不少媒体大肆传播腾讯的黑料,一只佛系的马化腾同样怒而回应,声称要追究根源,打击猖獗的黑公关, 而说起这个事件中的另一主角,王思聪可谓不可或缺,之前中国首富的头衔还被他的爸爸王建林获取时,他就被称为首富之子,中国最著名的富二代, 更是因为在娱乐圈内直言快语和神通广大,被王友们戏称为娱乐圈纪委,而他在掌控自己的商业分支的同时,也嫉妒风行享乐主义,可几代几十个王侯女友们的爱恨就一个,更是平成热门,因此,当有传闻传出王思聪道者马化腾女儿时,虽然不少人调侃道,难道是因为首富一主,他才换了口味, 但还是有不少人表示,可限度不高,上一次离小陆家来量家庭风波之际,主委阳言曝光津津于是,却将王思聪与独卫女半亲生的照片发布,王思聪也发完称,自己是被人卖了六艘,成了躺枪的受害者,这一次,同样也是他被无辜顶雷,可谓人在家装作,孤从天上来,对于小马哥的回应,网友们也是热议不止, 商界的底线和娱乐的限度到底该如何界定以及约束,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,不是吗?